在一路跟踪案坊之后 我们的记者终于找到了春园烤肉王的供货商 叫大为冷冻食品 那么大为冷冻食品又是怎么说自家的肉的呢 他们家的肉有问题吗 搬货的工人来自南极冷仙城一楼的一处摊位 牌子上写着大为冷冻食品 店里摆放着各种冷冻制品 主要以肉类为主 你家那个羊羔肉是什么 羊羔肉是多少钱 羊羔肉 你是想要学卷 学卷的 卷啊 我家就是排卷 什么样的 羊排卷那个贵 20块铃吗 你还没这么贵呢 没有高卷 我家就是高卷 高楼卷 我家做这个里面就是 它是羊排卷你知道吗 里面都带牌的 销售人员一直介绍着各种类型的羊肉 价钱都在20元到30元不等 但当听到记者说是开自助用的肉 他马上介绍了另外一种 鸭肉卷便宜 就都吃不出来 就是好多 你们是哈尔滨的吗 对 明明是在买羊肉卷 对方却在推荐鸭肉 这让记者一头雾水 而店员提到 是否是哈尔滨的 又和肉有什么关系呢 随后 店员说出的一句话 让记者恍然大悟 店员说这种鸭肉卷 俗称调理肉 是按件卖的 一件是八道 一道里有三斤 价钱是400块钱 这么算来 一斤肉16块钱左右 而且不仅羊肉 可以用鸭肉卷充当 牛肉也可以 自己做的蒙古肉 还有那个黑椒牛柳 那都是鸭肉做的 就叫调理肉 蒙古肉 蒙古肉就像咱们做那个 做什么杭椒牛柳的 所有那个大片那个牛肉 就叫蒙古肉 羊肉牛肉 口味自选 无需加工 只要刨肉机把肉刨好 就能上桌了 操作十分简单 不仅如此 如果有诚意 长时间在这里进货 他们还能在进货来源的手续上 给予保证 让你在经营的过程中 万无一失 虽然说是鸭卷和合成 但是我这里 我也带手 我也是这位 因为这手续我查一下 你要是说 你在我说进的多的情况下 用量大的话 你要说你有需要的一个手续 这方面我会不会走 你要说你越满放一件 那我就没必要给你击手 因为啥 我们的手 那不是说那白纸 说他拿一张就写 但是那玩意这么些东西 都是说一般大客户 我们才给 一般小客户一件两件 我们就说 我只能给随便就来 买随便就给拿手 这手一张也不是随便就出 第二天上午 我们的另一路记者 再次来到了大肥冷冻食品 提出想要购买一箱 这种鸭肉卷 鸭肉卷油 你摆 什么呀 鸭肉卷 跟鸭肉卷那样 对呀 前一天还有 后一天却说不卖了 这样的反差令人惊讶 而冷仙城里的其他一些商户说 315邻近 为了怕检查 像鸭肉卷这样的东西 不会再卖给生人了 不过更让人奇怪的是 3月11号 当春圆烤肉王的送货车 再次来南极进货时 大肥冷冻食品 却依然将多箱调理肉卷 卖给了春圆烤肉王 你要啥呀 要羊肉味的鸭肉卷 这听起来多可笑 还有什么牛肉味的鸭肉卷 都是可以的 只要抹点油 摇身一变 变成了调理肉卷了 不用说这些鸭肉卷 都被春圆烤肉王 用各种名义摆上了餐桌 最后呢 谁买单 进了谁的肚子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